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时何外 参考经文 敬拜我的人,就是我所分散的人,必从古时何外而来,给我献上礼物。 西方亚书三章十节,新一本 今天读到的与菲利相遇的人,来自埃塞厄比亚,在古时何外? 古时是埃及的别称。 许多地方的人都知晓并敬拜以色列的神,这个埃塞厄比亚人,曾前往耶路撒冷,到那里的圣殿敬拜神。 在回家的路上,这个人正在读以赛亚书。 他感到很困惑,以赛亚书写道,一个人像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,并且受欺压和审判。 现在,菲利在圣灵的引领下,遇到这个埃塞厄比亚人。 他能够解释以赛亚所预言的耶稣,那个代替所有罪人死,然后又复活得无罪的人。 此刻,伴随着圣灵的工作,菲利不失时机,向一个准备好信福音的人,分享了关于耶稣的好消息。 当埃塞厄比亚人看到前方有水时,他说,我受洗,有什么妨碍呢? 他说的没错,神的灵是他通过菲利听到了福音,他就信了救主耶稣基督。 于是他们下水,菲利就用水给他施洗。 从此,这个埃塞厄比亚人欢欢喜喜地上路了。 他或许就属于东非最早一批与他人分享耶稣救恩福音的人。 让我们一起祷告。 圣灵,感谢你将好消息带给我们,并帮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同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